议会电子看板登出斗道的寻人启示 仔细看内容 直接点名华联县长徐真卫 以及副县长尽快和议会联系 说明57案预算 总计4.5亿元的经费动资计划 而强烈字眼也让华联县的府会尴尬关系 摊在阳光下 原来是2月9号议会临时会议读 县府秘书长对于建议款执行案的答复 议员们不满意 议长则邀请正副县长来说明 但13号23读 正副县长两个人没有出席 县长徐真卫当天前往高雄 参加新云法师原籍赞颂典礼 历次不出席 被议长张俊认为台不尊重 才会大动作刊登 寻人启示来讽刺 此外议长补充 华联县政府各局处 几乎每天发一则新闻稿 指责议会遗留意案 延后审查将会导致执行预算的延误 县长却每天勤跑婚伤喜庆的行程 不愿到议会说明 颠覆行政权及监督权的运作 只好刊登寻人启示 对此县府表示尊重 然而县府和议会坚持各自立场 僵持不下 牵连民生灾后附件 以及中低收入补助预算卡关 恐怕对县民的伤害越大 原色新闻杂楼被採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